梦啊 这种东西是不是大家基本上每天都会做呀 但是梦演呢 可能就不用不一定说每个人都经历过了 下面这个故事啊 叫做可怕的梦演 满头大汗的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知道这是第几个晚上 我以这种形式醒过来了 最近呢 我经常的做同一个梦 梦到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女孩 她叫蓝蓝 自从她父亲死了之后 她呢 就开始堕落了 整天呢 就和一群小混混鬼混在一起 不去上学 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烫头 无所不为 她的老师给她的母亲打了好几个电话 用来报告她的情况 蓝蓝呢 她的母亲属于那种整天就知道花钱 什么也不会做的女人 在蓝蓝的父亲活着的时候 那真是花钱如流水 一点都不知道节制 蓝蓝父亲死了之后呢 她呢 就断了经济来源 整天也是颓废不堪的躲在屋子里边 不肯出屋 知道了蓝蓝的情况之后 她把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到了蓝蓝的身上 你还有脸回这个家呀 啊 你父亲去世了 全是你这个丧门星方的 你不学无数就罢了 你还牵连我 我被你们老师说 你怎么不去死呢你 妈 我可是你亲生女儿 你竟然这么说我 父亲死了 你没钱挥霍了 还怪我吗 要不是你把我父亲转的金山岩山都花光了 我父亲没钱治病 能死吗 你现在来怪我 你算什么母亲 呀 你个死丫头 你 你还敢叫醒我了 我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 你不用打死我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我早就不愿意和你在一个屋檐下待着了 说完之后 蓝蓝大概呢 就收拾了东西 然后就准备离开家了 其实她早就打算离开那个 没有一丁点温暖的家了 她已经在外边找好了房子 在家里边挤礼路的一个四合院里租了下来 这个四合院呢 是她在电线杆子上看的小广告找到的 这地方还算可以 最主要的呀 还是便宜 对于她这一个二十来岁没有收入的小姑娘来说 还算是能够接受的 蓝蓝拉着箱子来到了四合院 谁呀 一个苍老的老人从大门里边出来了 你好 我是来租房子的 哦 进来吧 蓝蓝刚进这四合院 就是一阵冷风刮过 蓝蓝狠狠地打了一个冷针 她感觉到 这奇怪了 这天气并不冷啊 自己就怎么感觉到 这个院子里边凉嗖嗖的呢 你看 这间屋子行吗 老人打断了蓝蓝的思考 老人家 这间房子里就你一个人住吗 对呀 就我一个人 这么大的院子 我也住不下 就打算租出去了 那你的家人呢 我有一个儿子在国外上学 对了 你别叫我老人家了 叫我张叔吧 那张叔 你能带我了解一下这周围的情况吗 好 你看我这四合院 一共有十几间房子 二十几间屋子 我就住在你旁边的那个房子里 你有什么事情 就去那里找我 对了 那间屋子被我用来放杂物 你没事别去 其他的你都可以看看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张叔 那我去收拾房间了 好 你房间的旁边 有厨房 可以做饭 家里洗衣机 演示 你随便使用 我知道了 第二天 兰兰没事干 打算在周围走走 这个时候啊 他在房子的附近 发现了一对情侣 情侣看到了兰兰 向兰兰打听路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 您看这个地址 你知道吗 你们是来租房子的吧 我就住在那 我带你们去吧 真的呀 太谢谢您了 张叔 来租房子的了 这对情侣和张叔 谈好了价钱之后 就直接住了进来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没过几天 这对情侣就失踪了 刚开始的时候 兰兰还以为 这对情侣离开了这里呢 但是他发现呢 这对情侣的东西 还在这里 兰兰就暗暗地 泛起了嘀咕来了 这天 兰兰刚吃完早饭 没事干 就在周围转了转 有一个出来散步的阿姨 看见了他 哟 小姑娘 你是住在这儿的吗 以前咋没见过你呢 阿姨 我是刚搬来的 我就租住在张叔家 什么 你 你说你住在哪 张叔家 怎么了 小姑娘 我还是劝你 你赶紧离开那儿吧 你不知道 在你之前 这里也住过很多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几天之后 人就没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我跟你说 那个老账头 古怪的呢 孙大嫂 你在诋毁我什么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张叔竟然出现在 那个叫孙大嫂的人面前 孙大嫂看见张叔之后 就跟见了鬼似的 仨腿就跑 而兰兰偷偷地 看了张叔一眼 今天的张叔 不知道怎么的 特别吓人 一双血红的眼睛 就好像要能把人看穿一样 兰兰暗暗地 咽了口口水 向后边退了一步 张叔 你不要和这些长舌妇聊天 他们就会胡说八道 知道了 我知道了 自从那次 兰兰觉得张叔肯定有问题 就开始暗暗地寻找答案 刚开始的时候啊 她还怀疑 那个仓库有问题呢 就趁着张叔不备 偷了张叔的钥匙 偷偷地打开了仓库 但是并没有什么发现 她又开始一间一间的房子找 还是一无所获 最后 就剩下张叔的屋子没有找了 她偷偷地配了张叔房间的钥匙 趁着张叔不在家 偷偷地进了她的屋子 可是刚进去啊 就闻到了一股的臭味 她跟着那股的臭味 竟然发现了一个地窖 打开之后浓浓的尸臭味扑鼻而来 底窖里边躺得十多具尸体 拦了吓坏了 她颤颤巍巍地拿出手机 正要报警的时候张叔进来了 好啊 没想到让你发现了 你 你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呢 没有为什么 这是我的个人特殊爱 你 你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你 对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包括我自己 但是 我就是喜欢 哈哈哈哈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 那你就去死吧 蓝蓝 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 她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每天都做这个梦 为什么蓝蓝让我梦到她 我不知道我和她之间有什么联系 不对 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哎 我住的这个地方怎么 怎么这么眼熟呢 还有 房东 竟然跟梦里边的房东 一个名字 难道说 我赶紧把房子全看了一遍 和我在梦里边见到的一模一样 我撞开了张叔的房门 找到了地下室 尸体 全都是尸体 难道 是蓝蓝的魂魄在给我托梦 让我为他们报仇吗 我赶紧跑了出去 还没到门口就被张叔拦了下来 我 就是在这里消失的第二十个人 我的魂魄见到了蓝蓝 他哭着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要进来 亲爱的听众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电线杆子上 有一则广告 有一家四合院对外出租的话 请拿起你的手机 报警 谢谢 好了 这就是 可怕的 梦魇的故事